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系列的 iPhone MagSafe的配件 是來自於Castify的MagSafe磁吸系列 iPhone的MagSafe磁吸環真的是非常方便 它的吸力強大 而且可以連接很多套件 不過如果你裝上了保護殼 隔了一層 它的吸力會減弱 所以保護殼 你也要選擇MagSafe的版本 那我自己的殼是Castify的部分系列 它有很多顏色可以挑選 那它的觸感很特別 是那種軟彈軟彈的 跟市面上那種橡膠硬殼完全不一樣 質感超級好 市邊有加厚的防撞 那內層也是用超纖布 有一種高級感 而且我選這款波紋 它有兩個好處 在同心圓的正中間就是MagSafe的磁吸環 它不會像一般的磁吸殼 有圈白色的 稠稠的 那另外一個優點 它是實體的波紋 在這邊它是實體的紋路 可以提升手感 然後避免手滑 好 有了MagSafe磁吸殼 再來我們來看外掛套件 我自己出門吃飯 平常都會開YouTube配飯吃 那iPhone最大的痛點 就是沒有悠遊卡 那要滿足這兩個需求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磁吸卡套支架 就剛剛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開箱我個人的喜好 就是Lacelafin聯名配件 我這次入售兩個Lacelafin的磁吸套件 身為卡茲哈鐵粉的我 連手機的封面都是用卡茲哈 所以看到這一系列 它就直接衝了 那我先來介紹這一款 直吸卡套支架 你看它非常的薄 它可以輕鬆的 直接吸在手機的背面 那中間的夾層可以裝一張信用卡 那我裝的是悠遊信用卡 那平常可以拿來做支付 刷出進出捷運站 當我要看影片的時候 我就把卡套這樣展開 這樣子展開 它的結構非常穩 可以剛剛好45度角觀看 直向 橫向都滿穩定 相當的方便 而且你可以直接把它拔起來 轉個90度 這樣接上去之後 它還可以幫你把手機電刀 相較於市面上那種圓形的支架 我覺得這個卡套支架 方形的比較好看一點 也可以順便解決悠遊卡的問題 再來是Loselabin的磁吸行動電源 它一樣是方形圓潤的手感 那厚度差不多跟iPhone一樣薄 那在側邊有電量呼吸狀態燈 那容量是5000mAh 那它同樣支援MagSafe的磁吸 iPhone這樣子吸上去 就可以直接用15W無線充電 那在旁邊有USB-C的孔 支援邊充邊放 就是一邊替手機充電 一邊替行動電源充電 那你出去外面旅遊啊 你就晚上睡覺前插著充 那醒來的時候 手機飽 行動電源也是飽的 那它的MX-Series吸力真的是很穩 你看我這樣子單手拿著 也不會晃動 也不會掉落 好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 Castify的無線磁吸車充 那我自己的車是2018年 大概6年前買的Volvo V40 D3 那車上的配置啊 當時看起來不錯 但現在跟電動車相比 顯得非常的簡配 連充電放手機的地方都沒有 所以我之前是買小米的無線車充 那當時用的感覺還不錯 會自動感應打開然後放上去 自己就無線充電 但是用了兩年之後 這個東西就壞了 開始變得不能充電之外 它還會不定時自己打開 有時候高速公路開一開 它就自己打開 然後手機就掉下來 然後我在開車我還撿不到 變成一整段的路 我都沒有辦法看導航 就很麻煩 所以這一次我就換成 Castify的無線磁吸車充 那它的背面是長這樣 這邊有一個勾勾 可以勾在冷氣的出風口 那中間這個地方 可以調整角度 左右上下 都可以調整角度 中間的磁吸盤預設是黑色的 不過Castify可以選擇很多花色 那依照這個橢圓形 最後我選擇了這個紅色的西瓜 跟以前的夾式的車架相比 用MagSafe磁吸習慣 你就會覺得這個東西很方便 你看像這樣 拿手機拿上拿下都很快 很方便 也不會卡卡的 那充電它支援15瓦無線充電 放上去它就會充電 而且我選擇這個紅色西瓜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的眼神都會專注在正前方 那我就可以用眼睛的余光 瞄到這顆紅色的 我就可以把手機吸上去 那它在開車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自由調整角度 直的 橫的 都可以 那這個車架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除了充電之外 全部都是機械結構 磁鐵是永久性的嘛 所以它的耐用度 相較於小米那種電子感應的 壽命會來的比較高 好 最後來介紹一下 這一款二合一的桌面磁吸充電立架 它的造型非常簡潔俐落 在上面的圓盤可以用來磁吸加無線充電 下面方形的這一塊 同樣也可以用來充耳機 那整個桌面就可以維持得更乾淨更簡潔 像我自己每次一回到家 我就可以直接把手機吸上去 像這樣子吸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幫我充電 然後也可以讓我隨時的 觀看手機的訊息 那這款支架的金屬做工 真的是非常的順暢 它在旋轉調整角度 都非常的流暢 阻擬感非常好 好 以上就是Castify的MagSafe磁吸套件 大家有興趣可以到他們家的 官網去挑 官網真的有魔力 每次我進去就會逛超級久 有太多款式可以挑 除了藝術家明星聯名系列 他們也跟很多的動漫聯名 像我手上這款 咒術迴戰的系列也是新款 那他們家的保護殼 保護能力不用擔心 全部都是軍規等級的防摔殼 那唯一可惜的就是 他們家只有替iPhone、三星、Google出保護殼 那其他安卓品牌都沒有 真心希望他們家至少可以幫Sony、Vivo、小米 出一下熱門款式 好 今天的開箱介紹就到這邊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棒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